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君子兰是食肥植物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尤其是给它上盆 除了给它加入腰肥 还有就是盆面 给它使用一些固体肥 比如最常用到的固体肥 也就是像这种荷兰进口复合肥 有时候会为了涂个方便 给它使用的固体肥 直接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而不是使用浅埋的方式 我们直接的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就能起到最好的效果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使用这种复合肥 直接的把它撒到盆土表面的话 由于这种复合肥肥效快肥力猛 它释放养分的时候 底部的叶片是很容易出现肥害 所以我们使用这种固体肥的时候 最好就是以减埋的方式 这样在后期才被水溶解后 随着水分渗透到土壤里面 从而就被脊柱根式快速的失收 如果只是随手的把它撒到盆土表面的话 这样的肥效会减掉一半 所以我们以前埋的方式的话 这样不仅可以让它失收的好 而且也不会浪费这些肥料 尤其是给它使用这种农家肥 羊分或者是鸡分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方法 一定要在盆面给它挖一条沟 至少要5公分左右 然后再把羊分撒入进去 这样既可以让它慢慢的释放出羊分 又不会浪费肥料 而且盆面也不会引起一些虫害 所以给君子兰施肥的时候 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只要给它多做一个动作 效果就会更加好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